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于奥普拉·温福瑞的惊人宣布 他强烈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温福瑞以激昂的演讲呼吁大家选择哈里斯 并强调他代表了美国的最佳 同时,他毫不留情地攻击了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指出我们已经厌见了荒谬的推文、谎言和愚蠢行为 温福瑞的言辞振奋人心,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场选举中,我们要选择的是哪种未来 他呼吁人们选择明亮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的阴影 这位媒体巨星的政治参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他在过去通常保持政治中立 这次支持哈里斯的行动,无疑将对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奥普拉·温福瑞力挺卡玛拉·哈里斯 她是美国的最佳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舞台上 灯光聚焦,观众秉息等待 奥普拉·温福瑞 这位广受尊敬的脱口秀女王和媒体巨星 走上讲台,准备发表一段引人深思的演讲 她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一道闪电 劈开了政治的迷雾 照亮了未来的希望之路 我们要做的就是选举卡玛拉·哈里斯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温福瑞在她的开场白中这样说道 这句话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掌声如雷 回响在大会厅的每一个角落 根据CNBC的报道 这是温福瑞首次公开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 温福瑞的演讲不仅仅是一场支持 更是一场辩护 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极其竞选搭档俄亥俄参议员JD万斯 我们已经超越了荒谬的推文 谎言和愚蠢行为 他在某个时刻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 和对未来的期望 他还特别提到了万斯对 无子女的猫女士的贬低性言论 当一所房子着火时 我们不会问房主的种族或宗教 我们不会问他们的伴侣是谁 或者他们是如何投票的 不 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去拯救他们 他说 如果这个地方恰好属于一位无子女的猫女士 那么我们也会试图把那只猫救出来 温福瑞的演讲简化了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选择 将其归结为哪位候选人代表了美国的最佳 他说 很快 我们将教导我们的女儿和儿子 关于哈里斯这位移民的孩子 如何成长为美国第47任总统 这就是美国的最佳 他的话语如同一记强心针 激励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选择明天的甜美承诺 而不是回到昨天的苦涩 他说 我们不会回头 我们不会被退回 被推回 被欺负回去 被踢回去 我们不会回头 但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选择自由 他强调 为什麽 因为这是美国的最佳 我们都是美国人 让我们一起选择卡玛拉哈里斯 这场演讲的影响力 不仅仅来自于温福瑞的明星光环 这位有影响力的媒体先驱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大多保持在政治纷争之外 根据CBS主持人盖尔金 温福瑞的密友之一的说法 温福瑞本来不打算参与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温福瑞首次支持政治候选人 是在2008年总统选举周期中 他支持时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一项研究估计 温福瑞的支持为奥巴马 在民主党初选中 带来了大约100万张选票 他还在2016年选举中 支持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并在2020年选举周期中 支持现任总统乔·拜登 这次他的支持更显得意义重大 哈里斯 这位来自加州的副总统候选人 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 首位非裔和南亚裔总统 如果当选 这将是对美国多元文化 和包容性的一次强有力的肯定 温福瑞的演讲 将哈里斯描绘成一个希望的象征 一个能够引领国家 走向更光明未来的领袖 这是我们的时刻 这是我们的机会 他说 让我们选择卡玛拉·哈里斯 因为他代表了美国的最佳 在演讲结束后 观众们起力鼓掌 掌声经久不息 这场演讲 不仅仅是温福瑞对哈里斯的支持 更是一场对美国未来的呼吁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将这次支持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次演讲不仅提升了哈里斯的声望 也为他的竞选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是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 一次充满希望的呼吁 奥普拉·温福瑞用他的声音 为卡玛拉·哈里斯铺平了一条通往白宫的道路 这条道路充满了挑战 但也充满了希望 这是一条突发新闻 请随时关注更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奥普拉·温福瑞 是全球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和媒体拒播 他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各地 作为一个在美国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温福瑞的支持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背书 尤其是在竞选关键时刻 2023年10月 温福瑞公开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 这一举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奥普拉·温福瑞在演讲中强调 他相信卡玛拉·哈里斯代表了美国的最佳 并且认为哈里斯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温福瑞还在演讲中抨击了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及其竞选搭档JD、万斯 指出他们的政策和行为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奥普拉·温福瑞的公开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温福瑞在美国媒体界和公众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他的支持可以激励大量选民 特别是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 从而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 温福瑞的支持也注入了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力量 使得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更具感染力 在演讲中 温福瑞强调了 哈里斯作为移民后代的背景 以及他在政治和社会正义方面的努力 这些都契合了美国梦的核心价值 此外 温福瑞呼吁选民选择自由 选择未来 而不是回到过去的苦涩 这也正是哈里斯竞选活动的主要信息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奥普拉、温福瑞第一次在政治上表态 他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 支持巴拉克、奥巴马 这被认为是奥巴马赢得民主党初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估计 温福瑞的支持为奥巴马带来了大约100万张选票 他还在2016年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以及在2020年支持现任总统乔、拜登 尽管奥普拉、温福瑞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大多保持在政治纷争之外 但他的每一次政治背书都被视为重大事件 这次他支持哈里斯的举动 不仅强化了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也进一步表明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总的来说 奥普拉、温福瑞的支持为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注入了新的能量和信心 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选票上 更体现在公众对哈里斯的认知和信任上 温福瑞的演讲将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选择 描绘成一种道德和价值观的抉择 这种强烈的对比可能会对选民的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这次事件再一次证明了 奥普拉、温福瑞在美国政治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无论是在媒体界还是政治界 他的声音都能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奥普拉、温福瑞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时刻 哈里斯代表了多样性 包容性和进步的价值观 他的背景和经历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美国社会的复杂性 我们看到了哈里斯在参议院和副总统职位上的成就 他是一个能够带来改变的有力领导人 而奥普拉的支持无一味 他的竞选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哎呀 楚天书你还真信这套吗 奥普拉的支持对哈里斯来说可能是个优势 但也别忘了 奥普拉曾支持过希拉里克林顿 结果如何 希拉里还是输给了特朗普 再说了 哈里斯的政策和立场并不是能够让所有美国人都满意的 他在很多问题上都过于激进 这会让中间选民望而却步 谢奇奇 你提到希拉里输掉选举 但那次选举的结果并不能完全怪罪于奥普拉的支持 当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包括选举人团制度和外部干预 而哈里斯在过去几年的表现显示 他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他的政策虽然激进 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改革 哈哈 楚天书 你真以为哈里斯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他在边境问题上的处理可谓一塌糊涂 还有 他的医疗政策会让很多人掏空腰包 奥普拉的支持就像一剂强心针 但实际效果有限 当年奥普拉支持奥巴马 是因为奥巴马有实力和魅力 而哈里斯呢 他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这说明了什么 他并不是大多数选民的首选 谢奇奇 你提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但这正是哈里斯需要解决的挑战 他在副总统任期内学到了很多 他有能力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提出更有效的政策 而且奥普拉的支持不仅仅是在拉票 更是在传递一个讯息 哈里斯代表着希望和改变 就像当年奥巴马一样 哈里斯有这个潜力 楚天说 你这魔说可真是感人至深 问题是选民需要的是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一个标榜希望和改变的口号 我们看到了哈里斯在副总统任期内的表现 他并没有展现出能够� 被明星效应所迷惑 他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和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这里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咱们聊聊奥普拉温福瑞高调支持 卡玛拉哈里斯 这位大姐可不是一般人 她的支持可是相当有分量哦 首先 奥普拉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给哈里斯站台的时候 可以说是引爆了整场 奥普拉的演讲不仅充满激情 而且很有巧思 他引用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话语 来给哈里斯加油打气 比如说 他提到选卡玛拉 哈里斯当总统就是选择美国的最佳 这话一出 简直是把哈里斯捧上了天 现场的反响那叫一个热烈 掌声雷动 气氛火热 接下来 奥普拉还不忘顺便炮轰一番共和党的对手 唐纳德 特朗普以及他的竞选搭档JD 万斯 他提到特朗普的那些荒谬的推文 谎言和愚蠢行为 大家听了估计都会心一笑 毕竟特朗普的那些花边新闻 大伙儿应该都见怪不怪了吧 而且 奥普拉还对万斯那句无子女的猫女士的争议性言论也有话说 他用一个救火的比喻来说明 火灾发生时 大家不会在乎房主是什么背景或者姓什么叫 重点是拯救生命嘛 这说的也是情真意切 奥普拉这次高调支持哈里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位媒体大亨一直以来在政治上其实相对低调 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积极呢 要知道 过去奥普拉可是很谨慎地选择他支持的候选人的 他上一次这么高调支持政治候选人还是在2008年 当时支持的是巴拉克 奥巴马 研究显示 奥普拉的支持给奥巴马带来了大约100万张选票 这威力可不是盖的 奥普拉的演讲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选择卡马拉 哈里斯 其实就是在为美国的未来选择一条更光明的道路 他说我们应该选择明天的甜美承诺 而不是回到昨天的苦涩 这句话还真是很有诗意呢 他强调我们不能回头 不能被退回 被推回 被欺负回去 被踢回去 这些话听起来 就像是在给所有人打气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面临什么困难都要向前看 总的来说 奥普拉这次的表态 无疑是给哈里斯达了一记强心针 他的演讲充满了力量和感情 让人听了新潮澎湃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 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 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 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